第三題 他說每公斤五十五元 跟每台金三十六元的芒果 請問你哪個比較便宜 好 注意聽喔 這種題目一定會考相同的觀念 我先說一下 我當然不能跟網站說 題目完全一模一樣不會改 但他一定會考你這種觀念 為什麼一種題目就是考那種 比如說你去Saven買東西 它有打折的問題 那是類似的 好 不然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如果判斷東西便宜便宜 如果你不管題目的話 我們就是以一個常理來判斷好了 比如說Saven跟全家在打折 你怎麼判斷說哪個比較便宜 兩個方法對不對 哪兩個方法 一個是我一樣多的錢 可以買比較多的東西 那是不是比較便宜 對不對 另外一種是 一樣多的東西 但是那個錢呢 比較少的 比較便宜 聽懂嗎 我再說一遍 你有兩種寫法 再講一遍喔 你有兩種寫法 那你說老師要用哪一種呢 你別說只要用一種就好 因為有一題目他會很歸嘛 你用其中方法算的話呢 會算很久 所以我兩個方法跟你講 我再講一遍 便宜不便宜怎麼判斷 兩個方法 一個是一樣多 比價錢對不對 價錢越少的越便宜 另外一個是 錢一樣多 比什麼 比那個多少對不對 一樣多的錢 可以買比較多東西呢 就越便宜嘛 三十六元 好請問你 你要不就像這個單位一樣 要不就像錢一樣多 你覺得會不會簡單 當然是讓單位嘛 因為五十五跟三十六 怎麼變一樣的數字 你至少找公費數對不對 你至少找五十五跟三十六公費數 那是還蠻大的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你是 把這個重量變一樣 聽懂嗎 那如果重量一樣的話 比什麼 比錢 錢越少就越便宜了 這樣會啦喔 但是題目呢很龜毛的地方是 這個是一公斤 這個是一台金 單位不同 所以怎麼辦 要先換算對不對 來 注意看這邊喔 看這邊 我現在教你怎麼換算 你會不會再問我呢 是怎麼換算喔 你就問我就說我不知道 來我們先看一下一台金 題目講的一句話 一台金等於幾公斤 0.6公斤 所以一台金就相當於0.6公斤 這樣會嗎 接下來 想辦法0.6變整數 所以你會乘幾倍 乘十倍 可以 但我會乘以五 喔 對不對 一乘我就變三了嘛 那這邊乘以五這邊呢 乘以五 是不是還在乘以五 好 所以結果變多少 來0.6乘以五 3公斤 3公斤多少錢 來 5乘以36多少 5乘以36 5乘以36 是不是180元 所以我知道說 原來3公斤是180元對不對 好 看上面這個地方 這邊告訴你也是1公斤55元 所以請問你 因為這邊3公斤嘛 所以我希望這邊是怎麼樣 也是3公斤 所以請問你 1公斤55元3公斤呢 16 4乘以3 所以是165元 好一個是1公斤3公斤165 一個是3公斤180 哪個比較便宜 這個吧 對不對 那答案怎麼寫 答案 你要寫是每公斤55元比較便宜 要不要寫這個喔 因為題目是這個 題目是這個 聽懂嗎 所以答案是每公斤55元 所以你為什麼不要把他翻證成1公斤 對啊 你的雖以1公斤可以 那就除以0.6 這樣比較好算 我知道 你要1公斤也可以 注意聽喔 其實我先說一下 空群的方法也可以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1公斤也可以 那你就除0.6 那你這邊呢 也除0.6 你這樣算也可以 也OK 沒有問題 但你再來講 答案是每公斤多少錢最便宜 每公斤55元便宜 好 這個你把他寫上去 這個觀念很重要喔 這個題目考幾個東西 第一個 考你 你如何判斷便宜的概念 第二個 考你是什麼 單位換算 這樣會嗎 好 這個你把他寫上去